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究竟这会不会是最后一次加息呢 今晚这会有待截跳 对后市加息的步伐如何看待 以及对美股的影响 稍后Will Sir也会和我们详细分析 观众朋友 如果你也有投资方面有问题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是做好的 道指年升第12个交易日 美国联储局开始一年两日的议息会议 市场聚焦香港时间星期四凌晨公布的结果 美国7月份经济资商会的消费者信心指数 创出2021年7月以来的最高 市场对经济远着陆的憧憬升温 导致高开后一度倒跌 收市微升26点 报35,438点 纳指最多升1% 收市升幅收窄到85点 升0.6% 收报14,144点 标志升12点 报4567点 收市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一度再升3% 收市升幅收窄到0.3% 楼州股市方面是各别发展的 英国和德国股市都是靠勻 资点微股 Google和微软在收市后公布业绩 微软股价在卖时升1.7% Google升0.6% 公布业绩之后 盘后微软股价在下季的收入预测 差过市场预期 盘后要跌3% Google盘后一度升6% 去到130美元流上 创出今年以来的股价新高 以月拓证券形式在美国买卖的方网股ADR 相比本港上日收市普遍要跌 网易比本港收市略高 美团、京东和腾讯都比本港收市低 阿里尚比本港上日收市低超过2% 折合92.75% 汇控比本港收市略高 折合64.9% 看看亚太区股市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早段要向下 跌0.4%左右 跌129点 最新步32553点 首二终合指数跌16点 悉尼普通股指数升7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最新升16点 到11,950点水平 看看新加坡交易的港股客企 现在最新的情况 早段是昨天急升后就向下 最新跌至82点 稍后队员盘会和大家继续跟进 和Wu Sir谈谈外围市况 和大家看看经济数据 7月份经济资商会消费者信心指数 最新的数据是117 市场预期是112 看到数据是比市场预期好 同时是两年以来的新高 反映当地的就业市场强劲 和通胀舒缓 联储局一年两天的议息会议 开了第一天 明天香港时间凌晨会公布结果 现在市场认为今次加息 也是一个定论 至于是否今次最后一次加息 市场就未有定案 有联储局线人之称的华尔街日报记者 Nick Timmeras也说到 由于下季后期的通胀前景仍未确定 预期联储局今次加息后 仍未准备好宣布抗通胀胜利 所以很难预测当局下一步行动 Ms.sir你怎样预期呢 即今次加息就是定案 但是到11-12月两次议息 你估计会否加息呢 暂时这个也是比较难猜 不过我们先说一些现实的谈判 其实过往几十年里面 美国或者全球都有一个 比较上低通胀的情况出现 这个情况是很大的情况 是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是一个全球化的 今天大家互相分工 将成本减的存在 现在自从特朗普的年代开始 整个走势是逆全球化 这个我们需要留意的一点 其次就想说一些外围的消息 外围的新闻消息 在核海的粮食出口的协议里面 俄罗斯也不再签纳 似乎又会影响到粮食的问题 如果我们看回商品 食品那些 譬如是糖 或者是玉米 或者是大豆 以至大米也好 其实近期都升了不少 再加上厄尔尼洛的现象 影响情况下 印度版部就说要停止出口这个大米 这些会影响到粮食价格 其实联储局要看一个 通胀的数据去控制 最主要是它在focus看PCE PCE最大的组成部分 就是来自于是一个叫做 应该这么说 PCE比较令到担心的部分 譬如粮食或者食品 它不是投稿位的 是放在最后的 反而就是一个叫做有限娱乐和食品 这两个如果你将它两个加起来的话 即是有食品的 都占了大约20%左右 这个我想可能会对未来的通胀有机会形成了一个 on and off 有一些回落 那会不会有机会上去呢 但是未来的局势没有改变的话 似乎都应该会是 情况有点像是70年代的时候 通胀是经过一轮的加息之后 是压了下来的 但是压了下来的时间 不是维持得很久 然后再向上升 就是会有机会留意 有这件事出现 再者通胀有回落 其实很大情况上 是基于去年的6月 CPI是去到9.1% 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基数情况下 所以会不会是一个假象 或者情况是怎样的 我们有待观察 就是我自己偏向估计 就不是太过乐观 在后期的时候 OK 就是可能短期内 这三两个月的通胀 好像有一个叫做缓和的表现 但是需要focus 打后是不是会再蔓延 就是一个死灰复燃 是 就是通胀反而 就是那个回落 你就觉得未叫做打胜仗 是的 如果说到经济数据方面 我们再问多一点 因为看到最近美国方面 就是那些言论开始转风向 之前大家很忧虑 有一个经济衰退的情况 现在就炒了 可能未必会出现一个硬着陆的情况 乐观点 股价软着陆 甚至经济衰退 可能未必会出现 或者即使出现去到 可能明年 即是比原先预期的日子延后了 你觉得对经济衰退的判断 你又怎样看呢 甚至乎有low landing 这个说话 是 只是说不会一个硬着陆 我们就看回现在的情况 就不是想象之中那么乐观的 是的 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很多企业 不是说一面倒有一个不错的盈利 或者是有一个不错的指引 也不是 主要是集中 偏离了一些很极端化的 某一些比较领先的 或者是巨头的行业是首位 再加上现在在一个息口偏高的情况下 我可以这么说 你说自从金融海啸之后 没有一些比较显著一些的经济衰退 或者是调整去洗走一些叫僵尸企业 有这些这样的僵尸企业 就依赖着一个过往的低息 作为一个非常之廉价的借贷成本去维持着 那当这个息口维持在一个高位上 就是我不是在讨论加息或者减息 我似乎是保持平衡这个位置的时候 都可能会有这些这样的僵尸企业就受不了 那会不会接下来发展下一个 政制衰退的情况呢 我们有待观察 那真真正正的definition要出来的时候 你就要见到 起码失业率开始要由低位上升上来 那现在似乎就未见到 但是观众朋友留意 如果失业率开始有一个反弹的情况的时候 很多时候就刚刚衰退就确认的开始开短 所以除了我们留意息口或者是通胀之外 另外一个指标都非常之重要 就是失业率 不过最新的失业数据都见到 其实很多就业职位的提供都是政府职位 就是看到私人企业提供的新职位 其实就在收缩中 所以未来的就业数据公布的时候 大家都要留意着 好那我们看看恒生指数的上天的走势 先开个图给大家看 恒指昨天大升超过700点 挑战19500点 内地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表明 就是会适时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 加上人民币转强 带动港股做好 恒指昨天高开504点后 最多升797点 收市升766点 收报19434点 升幅4.1% 科指升6% 收报4257点 挂指升333点 升幅15% 收报66404点 大市全日成交1421亿 创6月16日以来最高 科技股大动大市 腾讯和阿里急升6% 美团7% 内房相关股份急升 碧桂圆升1.8% 龙湖大升2.5% 看看北水盘路 北水由淨流入转为淨流出 金额有61亿2千万 腾讯由上日北水淨流出 昨天转为淨流入 金额是12亿9千万 快手有8亿3千万 美团有5亿3千万 盈富基金以及恒生国子ETF 都由淨流入转为淨流出 金额分别是41亿4千万 还有30亿9千万 我们先和Will Sir谈谈谈大市情况 中央政治局会议 一如预期就召开了 恒指昨天就大升700点 到19434点 昨天就一举收复了一条10天线 20天线 50天线 还有比较重要的250天线 牛红分界线也涨了 成交也稍微涨到14亿 资金流向上 北水转为淨流出 主要是Goodie ETF 但外资就以满心股通的方式 流入内地市场 其实金额有190亿人民币 是史上第六大的单日正流入记录 其实看到昨天港股就叫价量齐升 你认为恒指能不能够站稳在250天线 如果说过恒指之前 我就想讨论一下 为什么大家这么兴奋呢 最主要是因为24日的时间 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出来了 检讨上半年的走势 然后制定下半年的策略 提过几个重点 它会体制汽车、电子产品、家居消费等等 这几个相关的市场 我想其实未来市场都会预期 可能会有些措施出台去帮忙 所以其实可以留意这类型的办法 然后大家最重要的炒作在市场里面 就是说原来你这么久以来 都是保持住房主不炒 这次居然没有提过 大家就有一种很开心的心态 就觉得原来内房都益压了这么久 我们可能要炒炒了 连带住可能内房又升得很厉害 内银和内险都跟着 有些少少连贯性关系 都跟着一起升 另外再提及到就是一个人民币 它说要保持一个稳定的水平 其实言下之意 都是在一个低位 譬如是7.2那些位 可能他们都会作一些稍微的支撒 就着这几点来说 先讨论一下 内房我会觉得 可能不是一种松绑的意识 就是它可能是不再进一步去打压你 市场认为一个喘气的迹象 但是要记住一样东西就是房企的盈利 其实是来自于楼市不断地攀升 大家互相去欠货 抢货去谷起楼市 似乎现在在这样的经济状况下 就很难维持到这件事 变相内房大部分在上半年的年结 上半年结里面 你看到他们的同比收益 基本上最起码都是跌40%至60% 变相很难继续去营运到一个高增长的情况 所以我们会判断在内房这个 sector里面 似乎在股市里面 你看到的就是一个叫做反弹的 并不是说是一个足底的回升 再加上 我们刚才讨论的是人民币的问题 似乎人民币 它中央息出来的意愿就告诉你 就没有一个叫做即时 就是起码都有一个稳固的角度去看 就是稳住它 就是没有说一个即时大幅贬值 无罪地贬值就应该没有了 那大家就憧憬这一段 就不断谷上来 大致上中间就出了这些讯息 就令到大家有个憧憬 然后我们就回到刚才说的恒生指数 而恒生指数的技术分析来说 近来近这几个月 就是起码由最高位 从2月头到现在这几个月里面 我们看到整个浪形 是一浪低于一浪的走势 整个市场 但是你会看到 比较有趣的地方就是 当一些低位跌穿了之后 其后就很快会反弹 然后反弹到上面的阻力位 一打穿了上面的阻力 稍微突破一点点 就立刻掉头回落 整个走势 就是这几个月里不断不断发生这件事 正如刚才说过 它曾经修复了250天线 但是不要忘记 留上了一条100天线和120天线 都是一个比较敏感的 触碰到就会有机会回调的 似乎现在是近磅了 大家要留意 再加上昨晚在夜期的时候 曾经一度突破了前面的高位 正如我们说过 近日我们看到是一个典型的上落波幅架局 当它突破了前面的高位 前一个浪的高位 就马上急回 向下突破了 跌穿就会马上反弹 所以我们在这个位置里面 就开始觉得 是否应该要保守一点点呢 因为什么呢 其实刚刚突破了前一个顶 即管看看有没有一个机会回落 回落的时候 回到前的支持位附近 就留意一下 有没有资金去支撑住或者托住 并且留意我们刚才所提及的 中央点明那几个板块 可能就有些作为 整个看法就是这样 好